- 韓国女团idri 2018年出道后打造过多首播一神曲红篇全球 然而近韩网上却爆出团队造型师疑似到卖他们穿过的打歌服 竟有网友爆料宏大一间古着店发布的商品文中 称途中的黑色洋装是舒华穿过的打歌服 有网友资讯确认是他们穿过的衣服还是只是同款 没想到店家回复表示确实是成员们穿过的衣服 但因为没有直接跟经纪公司聊 怕会有法律问题所以刻意没打在文中 而随着事情逐渐发酵 店家发现事态不对 马上改口说不是idri 穿过的服装 只是用他们的照片来打广告 目前店家也已经将商品全部下架 但网友们仍保持怀疑态度 认为店家只有卖男装却突然卖女装 甚至所贩卖的女衣服尺寸都符合idri成员 而数量也是成员人数的五套 让粉丝们气炸只喊太恶心了 而Cube娱乐之后发出声明 证实idri打歌服 在回收销毁的过程中确实发生疏失 流入了二手店 强调将会对店家的盈利行为 及照片名字的使用 采取法律行动